南方都市报在5月12号发表社论 纪念512四川大地震三周年 文章在悼念逝者的同时 也向发起调查死难学生名单的艺术家艾未未致敬 虽然文章没有直接提到艾未未的名字 但是很快遭到了删除 不过社论也被大量转载 支持者还把文章制作成短片上网 南方都市报的这篇社论题为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将这篇文章朗诵后 加上音乐人左小诅咒的配乐 制成短片放在网上 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 要生生不息 我们做了很多 又做得太少 迷途不凡的人 你们在哪里 我们点燃的光 能否照亮你们的路 我们无法做得更多 只好摆上铁座的十二生肖 镜上瓷座的瓜子 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 南都这篇社论建保后 网络版社论被大量转载 因为没有直接提到艺术家艾未未的名字 只提到铁座的十二生肖和瓷座的瓜子 社论刊出后并没有被封杀 但是中午过后 这篇文章被删除了 复制圆明园十二生肖瘦手 以及陶瓷奎花子都是艾未未的艺术作品 目前这两件作品都在英国展出 据艾未未工作室不完全统计 在四川大地震中 有五千多名学生 因为豆腐渣工程校舍坍塌 而失去生命 念念不忘是艾未未去年512期间 发起的纪念活动 她公布死难学生名单 邀请网友读出与自己同性的学生名字 艾未未曾坚持两年在每一天的凌晨零点 在她的推特账号上发布当天生日的死难学生名字 并祝他们生日快乐 艾未未工作室志愿者刘彦平向新唐人表示 艾未未的名字已经和512受难学生紧紧连在一起 尽管艾未未被抓 工作室人员仍然合理完成了一部纪录片 512三周年家长访谈 记录遇难学生家长上访的历程 许多进京上访的家长 慕名来到艾未未工作室 讲述他们的辛酸经历 因为艾老师也是残疾在做这个学生名单 所以有一些家长是知道它 而且现在为学生说话 为家长说话的人真的不多 所以他们来一次北京也非常不隆利 然后呢我们就会对他们做一个采访 把他们这个这几年的经历讲一讲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拍摄下来 然后在512三周年之前呢 我们也把这个片子 这个视频传到了那个网站上去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 汶川地震后 当局不愿公布死难学生数字和名单 没有任何一个建造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被追究 没有任何一座坍塌校舍建筑的调查报告被公开 甚至根本没有做鉴定 艾未未因此发起公民调查 派志愿者深入灾区调查死难学生名单 学校和班级 但是调查行动遭到警方阻挠和打压 参与调查者之一的四川环保人士谈作人 去年被抓判刑 艾未未如今也身陷淋雨 新台人记者秦雪黄荣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 猶如 perd 那是每个高调查 matin 兵分病水 事连过圣经